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一节课是6月25号星期五的第三节活化课 我们要上的内容是雷雕 上个礼拜让你们做的是自由操作 这一节课呢,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往下看就会知道咯 那这一节一样是由我来讲述关于Photopee的操作过程 希望你们可以把影片看到最后再去交作业 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今天节课是活化课程的雷雕课程 今天也是你们这学期最后一次的雷雕课 那主题跟上周一样都还是自由创作 不过呢,上周是稍微有一点点限制 你们只能传那个线条艺术化的图片 那这一周就是都不限 所以你可以找彩色的 然后透过Photopee去调整它的颜色 来达到变成黑白线条的感觉 或者是你想要继续用上礼拜的线条艺术化 继续画也是可以的哦 首先一样 就是要先进入到浏览器里面 去搜寻你想要的图片 那上周以动物来当例子 这周就以植物 然后点选到图片 因为我有说过这一周不限线条艺术化 所以你可以找这种彩色的图片 但尽量让你的图单一化一点 才不会背景太复杂 到时候用Photopee调整也不好看 植物的图好像还好 那这边还是没有我喜欢的图片 我把关键字改一下 改成加一个QQ版 应该会有更多图片 好 这边的图案比较像我需要 一样长按会有出现另存图片 接下来呢 就是在开另外一个浏览器的分页 找到Photopee 然后通常它都会出现在第一个 一样 因为这台是我的电脑 它已经记忆了我的模式 所以如果是你的平板 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一样在这个红色的旁边 有着more点进去 往下的第一个会是language 然后呢往下滑 会找到正体字中文 点下去就会是 我们阅读起来比较轻松 比较方便的模式 那接下来一样就是在档案 开启的部分 找到刚刚存的那一张图 好 那那个背景先不用管它 一样 接下来就是到影像的地方 找到调整 里面的预值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三朵花 会变成什么样 这张图的话越深 我觉得叶子 还有它的花朵上面的纹路 会比较清楚 所以这一张图 我要用的稍微深一点 好 调完之后一样按OK 然后就在档案的地方 转存为PNG或者是JPG 然后存档 好 还记得我刚刚前面有说 这个图的背景不用管它吗 那刚刚我们在调玉子的时候 其实它的背景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就是一样灰白相间的正方形格子的马赛克图 那难道我们存成档案之后 它还会是长这样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存完之后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吧 好 点一下我们刚刚存的这个档案 然后它跳出来 有没有看到 它的背景其实只有白色而已 所以如果你找到的图片 背景是像刚刚那样的灰白相间的正方形格子的马赛克图 不用管它 因为你存成JPG或者是PNG之后 它出来的效果也会跟正常的图片一样 那你说你不喜欢花 你还可以换手呢 上礼拜是动物跟卡通嘛 那这礼拜我们就用花跟食物好了 如果你的主题跟这个不一样也没关系哦 它的图一样如此之杂乱 所以只要再打一个Q出来的图片 通常就会比较可以用 好 那我选 这个汉堡 长按会出现一个另存图片 我等它跑完 好 另存图片 然后再回到 Photop里面的档案 开启 然后去找到你刚刚的那一张图 好 那一样 接下来就是去到影像里面来去调整它的 预角 它的番茄怎么那么黑 好 这样好 看得出来菜是哪一层 肉是哪一层 或者它的应该是番茄 不然就是洋葱的地方 好 图片完成 调整完预值之后 一样不要忘记要记得存档 档案可以存成两个格式 一个是PNG 另外一个是JPG 然后一样按存档 当然呢 你们还有最后一个步骤要做 那就是记得将作业绞到云端的地方 所以一样先找到介绍国小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学习专区不停学 往下拉有一个六甲学生作业缴交刮虎学生的地方点进去 跟上周一样 就是我们雷雕课的作品就直接就交代六年级的地方就好了 里面的雷雕课程 然后有一个文琪老师跟应廷老师 看你是上学的课就交到哪一个资料夹里面 那以我的课为例的话 就是点进去 然后一样的按新增 你的档案 或者是你直接把档案丢进来也可以 不要忘记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 一样要把你的档案 档名改成你的名字加日期 名字加日期 有没有很期待啊 你们这三次上传的作业 也许下个礼拜就可以拿到了呢 如果你没有在这周上传的话 文琪老师来复及帮你科 你可能就拿不到你这么用心准备的这个图 你都已经调完玉植了 也都找图了 而且又不用自己做 文琪老师帮你做 所以赶快上传吧 好 那么关于雷雕的课程呢 这学期就只上到这边 虽然有点小小的遗憾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最后好像都没有让你们实际操作到 只有让你们完成雷雕的一半而已 只有完成自己的设计图 没有让你们实际操作 不过没关系 希望下学期疫情不会那么严重 可以还有机会能让你们实际碰触到 雷雕机以及snakemaker这个应用程式 那最后在课程的结束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雷雕吧 我们这学期学的雷雕课程 主要应用到两个应用程式 第一个就是大部分 都有我主讲的photopee 那photopee呢 主要是在我们选取好我们的图片之后呢 来做它的预值的调整 它可以让我们的图片 从彩色的变成黑白 直接变成雷雕机可以辨认的 雷雕机可以辨认的类型 就是黑白线条 那刻出来也不会跟原本的色彩差太多 因为一开始调玉纸的时候 就已经是你们自己调的 喜欢的模式了 那第二个呢就是snakemaker 这个应用程式这学期后半段 你们比较少接触到 它主要是来用来操作雷雕机的 那它的版面啊页面如何操作 线上说太多都没有用 因为你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摸到 以及接触到这个应用程式 但是没办法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只能委屈你们用看影片的方式来做学习 希望下学期你们还会有机会 能够实际上到雷雕的课程 亲手操作雷雕机 收定一下学期就换你们两个来当老师 教下面的学弟学美 那我跟文琪老师就在旁边协作而已 也不一定呢 好那我的课呢 这一节就上到这边 谢谢你们的收听 下课 下课